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 命苦是一种很难解释的现象 有人说,感谢命运 从来待我们不公 但从来也待我们不博 人生不易,生活艰苦 老天从来都是在度有缘之人 命运一直都是无法左右的东西 而我们每走一步都是算数的 人生苦难多多 但也有在苦难面前创造奇迹 也有人度不过去而就此倒下了 人生中会有无数的坎 每一道坎跨过去了 就会迎来美好的人生 人生中也有无数扇门 推开每一扇门都是美丽的风景 正如有一句话说 樊墙皆是门 生活中所遇到的苦难、阻碍 在很多时候恰恰是我们通往 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一个人该有多大的福气 不是定数,而是个变数 人的某些行为能让自己拥有更好的运气 某些行为却等于把好运往外扔 愿大家心中有数 多天福莫折福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年人 遇到了困境、遭遇了事情 就没有在勇往直前 而是自暴自弃 从此倒下了 再也站不起来了 一切都是心态问题 心态好的人 面对事情始终是乐观的 心态不好的人 才会一蹶不振 你要知道 人到中年 命里出现这些征兆 其实是命苦的开始 一、失去健康 晚年受苦 作家刘娜曾经写过 他的一个兄长的事情 兄长是单位的卷王 每天忙得昏天黑地 既要完成自己的KPI 还要带领团队 完成公司的新项目 加班到后半夜是常态 连周末也不休息 经常几十个小时连轴转 于是 刚过四十岁的他 就患有高血压 高血压有时候 能飙到两百多 但是他特别忙 根本没时间去检查治疗 有时候忙起来 甚至连降压药也忘了吃 家人经常叮嘱他 不能只顾着工作 一定不要忘了吃药 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每次他的敷衍回答道 知道了 却依旧忙个不停 直到后来 有一天晚上 他加班到凌晨才回家 去上厕所的时候 他突发脑溢血 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等他被送进医院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抢救了 四十多岁的壮年 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人到中年 很多人为了事业拼尽全力 甚至是不惜一切代价 去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 然而 当自己为了忙事业 而忽略了自己的身体 这种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 而取得的成果 通常晚年都会过得很凄苦 因为身体不好 自己赚来再多钱 也被消耗掉了 甚至自己行动不便 想做什么都不行 还要麻烦别人照顾自己 事业也顾不上了 自己又无法照顾好自己 所以 人一旦失去了健康 一切都是浮云 人生大事中说 人生除了生死 无大事 健康要是没了 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人到中年 一旦身体上出现了什么病痛 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 别不当回事 长期不注意 身体熬不住了 那就很容易倒下的 家是一个人的依靠 更是一个人温馨的感欢 倘若没有了家 那就是没有了依靠 从此就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如同流浪汉一般 一个人最大的幸福 就是有一个温暖的家 无论何时 都有家可以回 容下自己的身躯 治愈自己的心灵 可是 就是有的人 过着过着 把家过散了 把家过没了 人过了中年 倘若家庭破碎了 没有了家庭 那么身后 就没有了依靠 遇到事情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商量 遇到委屈的时候 没有地方可以诉说 整个人就会失去归属感 灵魂是飘荡的状态 自己一个人 没有一个家 是怎么样的孤独与落魄 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 家庭破碎的人 生活里没有可以互相帮助的人 没有可以彼此照顾的人 甚至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更没有膝下儿女 欢笑的场景 往日的日子里 只会越来越孤独 只会越来越苦 有句话说 深情不及久半 厚爱无需多言 当自己遇到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身边最亲的人 能够对自己不离不弃 默默陪伴 一起熬过低谷 才是人生的福气 然而 夫妻本是铜铃鸟 大难临头 各自飞 人生自有因果 当你出事的时候 身边最亲的人选择离开你 子女也不帮你 那么 你该想想 自己错在哪里了 其实家人 是最不容易背叛你的人 除非你真的是 做了很多 对不起家人的事情 把家人的心 伤透了 失望透了 才会对你不管不顾了 有些人就是这样 死性不改 家人叫他不要赌了 他偏偏还要去赌 甚至借钱来赌 结果债主找上门来了 家人都被他还得 无家可归了 也没有能力帮他还钱 这个家之所以之离破碎 都是被他造成的 人到中年 落得一个众叛亲离的结果 都是自己造成的 没有人帮 没有人爱了 后面生活将会过得很苦 三 想做的事 没有精力去做 人过了中年 无论是身体还是精力 都会大不如前 年轻的时候 想做什么 都是抬腿就走 可人过了中年 开始变得力不从心 有种老记福利 志在千里的感觉 虽然年纪已经过半 但还有一颗拼搏 与奋斗的心 奈何身体跟不上 精力跟不上 拼搏不动了 吃不消起早贪黑 明明还想去做更多的事情 可惜没有那个精力去做 而且因为经济不富裕 就会被生活所事缠身 都说 钱能解决80%的烦恼 没有钱 所事与烦恼 就会更多 更会力不从心 人毕竟是人 没有分身之术 又奈何被生活困住 只能继续老驴拉末 原地干着很累 但又没有什么前途的事情 甚至连多余的休闲时间都没有 更别说旅游的时间了 日子依然是繁忙与劳累 只会越过越累 甚至越来越苦 四 经济困难 勉强维持生活 都说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一点也不假 在这个处处需要钱的年代 兜里没有钱 就会寸步难行 无论你是否赚钱 都会不停地花钱 因为人要生活 倘若收入是微薄的 那么就会入不敷出 入不敷出的结果 就是省吃俭用 整日为钱发愁 人过了中年 收入还是微薄的状态 日子就会非常的吃力 没有钱的生活 别说享受生活了 就是维持生活都很难 有个词语叫做捉襟见肘 就是形容生活的窘迫 衣服破了都补丁不过来 生活是故此失彼的状态 所以收入微薄 经济就会十分的困难 勉强维持生活 甚至生活都运转不起来 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 只会越来越苦 人到中年 有的人在事业上达到了顶峰 可以在职场上呼风唤雨 在公司里是一把手的位置了 但是却因为命中遭遇了小人的陷害 让自己从高处坠入了低谷 身边那些对自己阿谀奉承的人 见到自己出事了 都躲得远远的 不愿意帮自己 生怕给自己带来麻烦 很多人就是这样接受不了 变得落魄了 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 最终抑郁而终 一个人身处绝境 只要你心态好 天是无绝人之路的 能够扭转乾坤的 不是靠别人 而是靠自己 就算是命运多舛 我们也要迎难而上 不要遭遇了低谷 就寻死觅活了 天不渡人时 人需自渡 迎难而上 才能看见曙光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